宝塔石化财报难产 实控人为宁夏昔日首付 曾策划284亿造假大案 9月18日消息 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公告称 公司原定于2021年8月31日前 披露2021年半年度报告 因实际控制人孙恒超涉嫌刑事犯罪 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公司面临重大不确定事项 为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 无法按期披露2021年半年度报告 公开资料显示 宝塔石化实控人孙恒超于1960年3月升 宁夏中卫人 2018年11月17日 宝塔石化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宝塔石业 突然公告称 11月16日在宁夏宝塔石化大厦4楼多工能厅 召开的集团高级别领导会议上 公安机关通报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恒超 涉嫌刑事犯罪 被告人孙恒超为了达到 为宝塔集团融资的目的 在宁知宝塔集团就额亏损 资不抵债 无兑付能力的情况下 指使财务公司通过审核签发 无真实贸易背景的电子银行 承对汇票的方式进行融资